第194课 我把未来交到上主的手中 你确实是有福之人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把未来交到上主的手中 这句话令你感到如是重负 不是吗 但是 小我会告诉你 这是不安全的 你应该把未来交到他手中 他有伟大的计划 可以掌控世界 批判他人 并维持一切事物井然有序 不妨花时间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哪一种感觉可以带来安全感 哪一种意见 使你觉得更加安全 是允许小我做他所做的事 还是把未来交到上主手中 究竟而言 上主乃是创造你的仁慈力量 它为何要让意外发生在你身上 须知 你的疾病乃是由小我所造 疾病不是源自上主 而是源自你的恐惧 抗拒及掌控欲 疾病是照应于你仕途在做的一切 乃是基于分裂 孤立且疯狂的心灵状态 你的疾病并非源自上主 因此 请务必了解 把未来交到上主的手中 这项决定所产生的力量 健康 生命和爱才是上主的形象 而不是死亡 疾病和痛苦 你必须观察 自己依循的思想体系 所结出的果实 你必须了解上主的爱 死亡不是出自上主 疾病不是出自上主 健康 活力 创造力 慈爱与扩展 才是出自上主 你则是根据上主的形象所造的 因此 请在这一天 做出这项决定 请勿担心未来 请勿施设想 如果你做 这个 或 那个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请信赖 此时此刻 不论你处在什么情况 如果你宽恕 并将爱带入你所做的一切 表示 你确实信赖自己有个神圣的目的 因此 你便是将未来 交到上主的手中 一旦 沉浮于自己的天命 你便会放宽心 并在此时此刻 尽己所能 你不受恐惧 担忧 和愿由于染 而是活在当下 在这神圣的一刻 你内心充满了爱 这保证 你会拥有美好的未来 我是你所知的耶稣 我们明天再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